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续两年传联金五甲高中主冠军的他 爸爸来自美国是名专业吉他手 母亲是台湾的音乐师教授 迷了节从小就喜欢悄悄打打 节奏感失足 四岁便展露音乐天分 从小就是爱玩嘛 然后就是打打悄悄的 然后我爸妈就觉得我有音乐天分 在父母的细心栽培下 从小开始练鼓 还试证跟着父亲试出寻演 没有丝毫胆怯 不仅家世十足还很有自信 孩子时代更被乐器上像中 担任代言人展露光芒 这位17岁的大男孩 平日喜欢和同学打篮球 项目时机也放松心情 除了努力练鼓 现在的他准备跟好友祖坛 征战各大音乐比赛 很紧张 明年可能还会再去一次 现在就是要专心拍子 还有那个双踏 就是拍子来稳 现在就是开始做即兴 因为还有明年还要参加 另一个人 就是鼓往鼓后 有人说才艺这件事 要靠老天爷赏饭吃 勤奋练习更是基本功 比赛前嘛 所以就是提早去练一小时 然后老师就是陪我上课 然后上完课 然后我又再练一小时 以前的老师天天大概每个礼拜 会跟我上讲一个小时的课 感谢众人帮忙的林乐杰 期许自己朝专业鼓手迈进 可能就是会当老师 或是当那个乐团的徒手 台湾乐团的未来 有一位充满活力的明日之星 正在闪耀着耀眼光芒